现在提起缅甸北部,大家能想到的只有贩毒,电信诈骗,嘎妖子,再就是对瓦邦,果敢,这些名词傻傻分不清楚,缅北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混乱,成为众人口中的罪恶之地? 开启订阅小铃铛,包包说历史为您讲述课本上没有的事情。 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占领曼德勒,缅甸共绑王朝灭亡,之后,出于多方因素考虑,英国对缅甸采取愤而置之,以一致一的统治政策,也就是说,英国只管理缅甸南部缅族人集中的区域,置于缅北。 管不过来,只要当地的吐司不添乱就行,而这,就为后来缅北的混乱局面,埋下了种子。 1941年12月7日,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第二年,英国为了对日作战,强行把原属于中国的国感,瓦邦,划入缅甸。 二战后,缅甸从英国独立,独立前夕,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代表缅族与善邦,克亲邦,亲邦代表签署宾龙协议,根据协议,新成立的缅甸联邦,采取缅甸本部加缅北三邦的结构。 大家是平起平坐的地位,缅北三邦在国家政治中,享有充分自治地位。 联邦政府不会以任何方式,剥夺缅北三邦的自治权,这一点,从冰龙协议的落款就能看出来,胆族、克亲、亲族三大委员会与缅甸总督行委员会,也就是当时缅甸政府是并列的关系,而非从属关系。 但是宾龙协议签署后,昂山就被刺杀了,结果这就导致该协议的落实成了大问题。 五十年代初期,两千国军残步逃入年北,他们打退了两万缅甸政府军的围剿,在当地占山为王。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引起世界关注,更引起老蒋的重视。 不久后,老蒋委任原帝国军八兵团司令李尼为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派他前往缅北领导残军。 在李尼的经营下,残军规模一度达两万余人,势力范围更是台湾省的五倍。 兵力增加的同时,指挥官却十分细缺,为此,残军在善邦的蒙撒开办了一所军政大学,既轮训下级军官,也招收当地学员。 如后来的风云人物,罗兴汉、彭家生、昆沙人等,便皆出于此,国军残步在缅甸的非法存在,给缅甸政府造成极大困扰,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 缅甸政府军在1953年,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结果又被残军上了一课。 战后,李尼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洋洋得意地说,我要做缅甸王,易如反掌,结果此言一出,老蒋不乐意了,几个意思,难道你李尼要自立为王吗? 与此同时,缅甸政府也向联合国告状,要求残军退出缅甸。 于是不久后,老蒋便命令李尼把缅北的全部人员撤回台湾,撤军行动分三阶段进行。 至1961年,累计撤走一万多人,但仍然有五千多人留在缅北,这些残军大部分是云南人。 不愿去台湾,1962年,缅甸军政府通过政变上台,在吴奈温的领导下,缅甸政府开始以较为强硬的姿态,试图用武力收回各个边疆邦域的管理权,而军政府投一个要打击的,就是果敢。 1963年,缅甸政府军突袭果敢,废除了当地的吐司制度,对于做不做吐司,果敢的末代吐司杨振才倒是无所谓,但他认为果敢应该交给果敢人民来管理。 由于缅甸军政府不同意果敢人民自治的诉求,不久后,彭嘉生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成立果敢人民革命军。 公开与缅甸政府军对抗,不过由于罗星汉倒戈,彭嘉生最终不敌,败走他乡,缅甸政府军接管果敢后,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发展,反而因为实行大缅民族主义,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见人心可用。 彭嘉生带领30人回到果敢,开展游击战,彭嘉生在果敢进行游击斗争,引起了缅甸的注意,也正是在缅甸的支持下。 彭嘉生不一步步壮大,最终将缅军逐出了果敢。 1969年,缅甸领导的果敢县政府成立,彭嘉生被任命为县长。 同一年,有鲍有祥等人领导的瓦邦游击队,也纷纷接受缅工的领导。 丙盛时期的缅工,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100多万,拥有3万军队,给缅甸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但好景不长。 7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缅工失去了外部援助,加之缅工内部又有矛盾。 到了80年代,缅工内部人心涣散,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彭嘉生率先在果敢发动兵变,宣布脱离缅工,成立缅甸同盟军,自任总司令,接管了整个果敢地区。 紧接着,其他几股武装力量也纷纷宣布脱离缅工。 不到一年时间,缅工四分五裂,退出了历史舞台。 缅工分裂后,原先的武装力量分成了四支。 彭嘉生的缅甸同盟军控制果敢,缅甸的官方称呼是缅甸善邦第一特区, 鲍有祥的缅甸联合军控制瓦邦,缅甸的官方称呼是缅甸善邦第二特区, 原815军区改编的缅甸胆东军控制胆东地区,对外称呼缅甸善邦第四特区, 原101军区改编的克钦新民主军控制克钦邦,对外称呼缅甸克钦第一特区。 除此之外,缅甸北部还有大大小小十多支武装力量, 这些武装力量占山为王,名义上授缅甸中央政府管辖, 实际是独立状态。 当然,缅甸政府不可能长期做事这些势力的存在, 只要时机成熟,肯定会出手。 1992年,因推行禁毒,彭嘉生与掌握兵权, 大肆贩毒的副司令杨茂良发生内讧, 双方兵戎相见,内战之初,杨茂良打不过,便转向瓦邦求助。 当时,瓦邦正协助缅甸政府军围剿昆沙, 而彭嘉生与昆沙的关系又较为密切, 于是,瓦邦便驻杨岛棚,派兵打跑了彭嘉生。 杨茂良主政国赶后,大搞面粉生意, 以毒养军,他甚至出动军队武装运毒, 以确保顺利通关,给我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为此,我国公安部门在1994年将杨茂良的弟弟杨茂贤抓获, 并依法判处死刑,得知弟弟被捕,杨茂良先是宣称重金熟人, 在遭到果断拒绝后,这司竟然叫嚣着武力报复, 还猖狂地把一尊刚炮架到中缅边境的南散口暗海关前, 以示威胁,杨茂良如此作死,下场可想而知。 很快,果敢的主要经济来源被切断, 由于当地的日常消费都来自云南。 当经济来源被中断后,果敢的民心便倒向了彭嘉生, 随后,彭嘉生在女婿林明贤的支持下, 领兵反攻,赶跑了杨茂良, 但重新掌权后,彭嘉生却在果敢排除一己, 他自己是果敢特区主席, 他的六位兄弟和五个儿子,也分居要职, 如此赤裸裸的家族统治模式, 让果敢人民和当地的四大家族很不满。 2009年8月,缅甸政府军以查毒品和枪械厂为由, 与果敢同盟军交火, 由于不得人心,枪炮一响, 彭氏家族便迅速败落, 整个抵抗过程只有三天两夜。 这就是著名的果敢巴巴事件, 缅甸政府打跑了彭嘉生后, 四大家族之一的白索成出任政府主席, 成为果敢地区实际上的主政者, 而彭嘉生则倭军猛拉, 遥控子职彭德人, 彭德军在果敢北部的红颜山区艰苦奋斗。 2015年和2017年, 彭氏家族领导的同盟军曾两度发起反攻, 试图收复果敢全境, 但都以失败告终。 2022年, 94岁的彭嘉生去世, 外界本以为彭家军将成为历史, 但万万没想到, 他们还能卷土重来。 2023年10月27日, 同盟军以党政军的名义, 发了一个告全国人民书的红头文件, 大体内容意思是, 以白索城为首的四大家族掌控果敢后, 大力发展黄、 赌、 毒、 诈等各种犯罪活动, 导致果敢被贴上电信诈骗的标签, 为了打击电诈集团, 同盟军要对白索城集团动武, 准备把他们彻底赶出果敢, 同盟军是否真心打击电信诈骗, 不得而知, 有人认为, 果敢同盟军只是以打击电诈为幌子, 借机扩大自身势力范围, 进行更大规模的活动。 不过从中也不难发现, 四大家族在打击电诈的行动上, 复衍了事, 进度缓慢, 其实这也很正常, 四大家族要想在缅北地区立足, 最需要的除了兵就是钱, 他们必须要有钱, 才能武装军队, 才能靠着拳头, 在弱肉强食的缅北有说话的分量, 至于法律和道德, 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文。 近年来, 随着中缅政府对面粉交易的打击, 原来的贩毒生意不好做了。 于是, 这帮缅北草头王们又拓展出了五花八门的违法生意, 如情色、赌博、电信诈骗等等。 而由于缅北地区靠近滇西南, 大街小巷很多都有汉字, 商铺和生意也通用汉语, 生活习惯接近中国, 因此, 也吸引了很多在国内无法生存的诈骗集团前去落脚, 这些国内的诈骗集团, 为当地军阀创造收入, 军阀则派军队看场子, 于是, 缅北就成为了犯罪分子肆意妄为的罪恶之地。 根据不完全统计, 缅北有十万人从事电信诈骗行动, 这其中大多是被各类高收入的招聘信息所吸引, 抱着赚大钱的美梦来到这里, 可他们实际遭遇的, 只有敲不完的键盘, 扮演各类角色去诈骗, 也就是所谓的杀猪盘, 而一旦骗不到钱, 玩不成规定的业绩, 从酷刑到杀人, 只有你想不出来的, 没有诈骗集团做不出来的, 针对这一乱象, 我国公安部门多次发出警告, 但无济于事。 2023年10月11日, 巴以冲突持续霸榜,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公安部门则发布了两道 魔幻感十足的跨国通缉令, 为依法严厉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 昆明市公安局对犯罪头目和春田悬赏通缉, 同一时间, 杭州市公安局也通缉了另一犯罪集团头目。 报言版, 这两个人身份很特殊, 一个是缅甸善邦第二特区猛能县县长, 一个是缅甸善邦第二特区建设部部长, 我国向来不干涉别国内政, 但这两位缅甸的县长, 部长, 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 获得了中国的身份证和户籍, 既然他们有中国国籍, 那就完全可以按照国内的司法程序来逮捕和法办了。 通缉令下发后, 瓦邦当局立即表态, 先免除了二人的职务, 与之划清界限, 随即又抓获2349名中国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并将这些人移交中方。 这也是自我国开展打击电炸行动以来, 年北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次, 相比于国改, 瓦邦的实力明显更强, 内部也相对稳定, 1996年, 瓦邦协助缅甸政府打败昆沙后, 占据了昆沙的一部领土, 也因此, 瓦邦的领土分为一南一北两块, 有两个领导人, 其中, 南瓦的实际领导人是魏学纲, 北瓦的实际领导人是鲍有祥, 现如今, 瓦邦大约三万正规军, 一万预备一民兵, 有自己的军工厂, 有防空导弹, 有重榴弹炮, 且背靠中国, 如果爆发冲突, 缅甸政府军未必能打得过, 但瓦邦的稳定也是相对的, 瓦邦自治政府主席兼同盟军总司令鲍有祥, 现年已经74岁, 政府其他领导人, 如肖明亮, 赵国安等, 也都是老太隆忠, 众所周知, 瓦邦很多年前, 就是鲍家的权, 魏家的钱, 赵家的枪, 鲍, 魏, 赵三家, 控制着瓦邦的一切,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依然如此, 南瓦被魏家控制, 北瓦的稀矿资源, 和几十万亩土地, 被爆家控制, 上层和底层, 已经缺乏流动了, 这些大家族垄断资源, 疯狂兼并土地, 生活上穷奢极欲, 而普通人, 衣衫褴褴, 吃不饱也穿不暖, 只能投身灰色产业, 也因此, 瓦邦才会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灾区, 2022年, 瓦邦新的领导集体上台, 为了解决资源垄断和土地兼并问题, 身为政府副主席的肖明亮, 曾多次开会, 并且也打击了一些土地兼并现象, 但由于裙带关系击中难返, 效果并不显著, 从某种意义上说, 瓦邦最大的敌人, 不是缅甸政府, 而是自己, 如果不能解决领导层断层, 终生带培养不足, 上下层割裂的问题, 长此下去, 民众对政府失去向心力, 军队斗志下降, 继而导致统治基础动摇, 瓦邦很有可能不果敢的后尘,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加之缅北地区各种武装势力的存在, 缅甸长期以来都存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 并且在短期时间内, 缅甸政府不可能武力消灭这些武装势力, 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地方, 没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有的只是吸毒贩毒, 诈骗赌博, 武装冲突和数不尽的死亡, 缅北也从来都不是什么挣钱的天堂, 这里是犯罪的天堂, 吞噬人命的地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